眼下已经到了2022年 最大的零零后们 也已经迈进了22岁 到了法定结婚年龄 前两天的河南郑州的一位 零零后的小伙 就收到了妈妈的新年礼物 一对大象的雕塑 小伙当时有点懵 何谦我妈送我这东西 是要干啥呢 快新年了 我回家看到桌子上 放了一个盒子 然后上面贴了纸条 我打开一看 是一段小象 然后我就问我妈 送我小象干嘛 她就说 我该找对象了 抖鞋眼梗的妈妈 真是操碎了心啊 有万我说了 哎呀 好家伙 90后的我还没有对象呢 00后的妈妈 你别太着急吧 给我们留点机会啊 好了